下面我们再到大连的海上养殖场看一看 裙带菜是辽宁大连的海洋特产 因为和春种秋收相反 裙带菜是在深秋时节栽培到海里 次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前后进入收获期 所以也被称作海上菜园的开春第一仙 眼下正是裙带菜收割的黄金季 大连的海上菜园也热闹了起来 在大连旅顺口区一处海上养殖场 满载而归的捕捞船 只向岸边 成捆的裙带菜被调到岸上 再运往加工车间 由于裙带菜的采收受限于海水温度 大连裙带菜每年二月开始收割 一直持续到四月末 水温升高了 完之后裙带菜会老化 烂 完之后水温低的情况下 不是那么成熟 基本上在四度左右就开始收割 完之后到十五六度就结束 今年大连裙带菜长势喜人 品质较好 预计增产一到两成 新鲜裙带菜的身价 也比去年同期涨了三四成 每吨突破千元 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大连裙带菜产量 约占国内总产量的八到九成 初步估算 今年大连新鲜裙带菜总产量在三十到四十万吨 总产值约二十五亿元